北京时间6月5日凌晨1点开始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开幕式已经结束 真是一个令人煎熬的两个多钟头 不过毕竟是针对全球开发者 而并非普通用户的大会 没有8代英特尔芯片电脑 没有iPhone SE2手机 所以确切来说 苹果并没有拿出 哪怕一点点值得令人惊喜的干货 所以非要用8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毫无惊喜无聊的爆 下面就通过这支视频 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今年的开幕式中 一共介绍了苹果自家的 四个系统软件更新 分别是iOS 12 WatchOS 5.0 KWiOS 4K MyOS Mohari 触开iPhone手机 iPad平板 苹果手表 电视盒子 Mac电脑 五道产品线 由库克主持 多位高管负责人 轮流介绍演示 外交邀请几位顶级开发者 上场助阵演讲 现场别提有多高的上了 完全要去年一模一样的套路 首先iOS12提升了硬件性能 带来了新的AI体验 照片加入了搜索和分享建议 并改进了事件回忆功能 Siri更智能 CarPlay支持第三方导航软件 增强了污染模式和应用通知的可控度 甚至可针对某一款特定的APP 设定每日使用时间限制 Animoji支持更多的动物表情 支持土舌头动作 FaceTime视频通话 支持最多32人的视频群聊 不过大家别慌 我们有万能的微信 按照惯例 开发者可以马上更新 iOS12分析版 苹果今年秋季 才会向用户推送正式版 好的 告一段落 不到一点休息的 马上进入WatchOS5.0环节 除了大半天 只改进了一下运动计量的准确度 并支持识别 多达14种不同的运动类型 其他无关紧要的更新 白白花了将近20分钟来解说 我认为就算更新了 今天感觉不出来 好的 告一段落 不到一点休息的 马上进入 TVOS环节 硬件上支持4个HDR高兴片源 和Doobie Atmos音效 支持100家频道的电视节目 电影 实施体育赛事和新闻直播 不过中国大陆不在服务区 完全不用care 好的 告一段落 不大一点休息的 马上进入最后的MyOS环节 新系统的命名方式 从之前的大海到 连续4年的上天 终于换成了沙漠 因为MyOS Mohari 加入了弹幕暗黑系主题 中面变质 能够根据电脑所在时区的时间 自动变成与环境一致的颜色 桌面上的杂乱文件 支持一键自动分组 加入自带屏幕截图功能 并且还支持截取短视频 新系统新增了之前 iOS上才有的新闻 股票语音备忘录 和Home家庭应用 在几乎无病毒担忧的情况下 继续变态式的增强了系统的安全和隐私性能 新系统优化了App Store应用商店 和eGPU图形性能 以及Metal游戏性能 不过又有几个人会尝试用麦玩游戏呢 好的 开幕式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这么一场 无聊到爆的开幕式 现在只能请大家期待一下 今年9月的苹果球机发布会咯